迪丽热巴 五胸就被骂了 最近 金星吐槽女明星走红毯五胸口这件事 一直吵得沸沸扬扬的 在直播中 金星直接评价女星走红毯穿身 V还拿手捂着胸 这还不如别穿 有毛病 这言论一出也立刻引起了争议 而金星 怕穷人看到 又怕富人看不到 得再次回应 又冒犯了许多人 话题阅读量 每个都高达七八亿 不过让人更莫想到的是 这次在某社交平台 有人还打着Girls Help Girl的口号 掀起了一股五胸挑战 五胸自由的热潮 有人说支持五胸自由 为红毯女明星发声就是为自己发声 支持女性动作自由 这个已经不是为迪丽热巴跟女明星发声 更是为我们自己 只有女生才会共情女生 金星变了个假性 心理上还是个男人 有人则觉得魔幻 连鹿兄都没自由 居然在讨论五胸自由 女孩子有鹿兄自由吗 就在这捍卫五胸自由 连五胸自由 这种词都能被造出来也是绝了 我觉得越走越偏了 其实金星本意并非如此 感觉大可不必 啥都要上纲上线 扯女性自由 反而弱化了女性的力量 女星走红毯会五胸 被骂又当又立 都是老话题了 但网友晒照片支持 五胸自由 这股热潮 无疑又让话题再次走偏 女明星走红毯五胸 被金星毒蛇了 众所周知 金星在娱乐圈 一向毒蛇犀利感说 她在直播间直言 某些女性公众人物 和明星艺人走红毯的时候 又要穿身 V又要五胸 这行为动作非常扭扭捏捏 穿了还捂着 那还有啥可穿的呀 穿着身V 你还拿手五胸口 那你别穿哪 还穿它干啥 有毛病 随后 金星还发了微博 说要提倡文化自信 既然选择穿身V 那就大大方方地 表现出大V的自信来 而真正有实力的演员 从不需要靠夸张服饰 来赚取眼球 虽然金星没有指名道姓说 女明星是谁 而在红毯上五胸走的人 也有很多 但却有不少人直指迪利热巴 一开始金星所谈的职业素养 还被很多人赞同 大致意思就是 女星在红毯上 既然穿了身V 那就应该大方展示自己的性感 而不是又当又立不大气 且搅柔造作的 直到金星后来的再次回应 可以说是彻底翻了车 在转发评论的时候 金星说 就算女明星捂出废子来 跟大家也没关系 但捂的 她穷人看见富人看不见 这就很做作 她穷人看见富人看不见 这句话确实冒犯性极强 而且带有对女性的恶意揣测 对女性不尊重 还显得低俗 虽然舆论上看 有不少女性都觉得被这句话冒犯到 但也有人做了一个投票 还是有过半的人都觉得 这句话话操理不操 可以见得这大环境的基本盘 金星的话让人感到冒犯 最多也就是骂金星 言语有过失 但其中有人借着金星的性别认知 去攻击她是跨性别者 甚至去攻击另一个少数群体 那这就是傲慢刻薄 仿佛不带性别 不带群体就不会说话 讨论五胸自由到底有多魔幻 而在某社交平台上 这股五胸挑战热潮的很多口号都是 女性是自由的 Girls help girls 就要舞 我的手可以在我身上的任何地方 更有甚者写出了这样的文案 昨天你不让我说话 今天你不让我的手舞我的胸 明天你就能不让我露脚 任何人都别想通过语言霸凌来剥夺我的自由 口号很好听 说着也好像很替女性发声一样 但产主只有四个字想说 这很难评 首先作为女性 无论她身份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大家都可以舞兄 现实也没有哪条规矩 明确禁止女性不可以舞兄 只是真的不必扯上 自由 作为口号 甚至被当作话题讨论 更何况 整场讨论的基础 还是错误有偏差的 金星第一次所表达范围 应该是女明星艺人 而且场合并非是普通场合 而舞兄自由的热潮 所谓的发声 基本都是建立在普通人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其次 要清楚的是 在公众场合 女明星为什么要舞兄 大多数是因为在拍照的时候 无处不在的多角度摄影机会 无死角地拍 女明星怕走光 也怕被凝视 于是下意识 为了保护自己会选择去舞兄 这种情况 女明星的舞兄行为 不是扭扭捏捏 而是正当保护自己 由此可见 舞兄对女性来说 是一种束缚 他限制了女性的行为自由 而这种束缚 来自于男性凝视 如此一来 高喊 舞兄自由 这就好比你在高喊 黑袍自由 头巾自由 灭纱自由 裹小脚自由 而下次还会有人说 支持女性穿短裙 必须套八层安全裤自由 支持女性一到天黑 就不能出门自由 况且谈论 舞兄自由的前提应该是 女性有 陆兄自由 有选择的才是自由 没有选择的都是枷锁 向下的自由 也不是自由 而且 女明星在具有商业价值的公众场合上 穿身V性感礼服 或许也不是出于自愿 有自信的女明星 大方展示性感 当然是好事 但也难免有的女明星穿上之后 自己会觉得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 当女性的手都没离开过胸前 又谈和武就连不穿内衣 或者只穿吊带都要被审判的环境 又谈和武兄自由 忽略这一切 却喊口号喊自由 真的犹如水中望月 所以与其去争论 武兄自由 把武兄自由 当成是群体性的热血口号 不如去思考背后的本质问题 为什么女性要武兄 是什么造成的女性下意识会武兄 什么时候女性才可以不需要遮掩 不用担心被窥视 即便是自信展示自己的性感 也不会被恶意凝视 我们能不能拥有这样的环境和安全感 我们应该去思考这些 而不是在混乱的语境中 去跟风高喊 宣言所谓的武兄自由 作为一个女性 迪迪热巴应该有权自主决定 自己的形象和行为 无论是演艺事业还是个人生活 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和理解 当我们对一个女性的行为 进行非议和指责时 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自己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武兄动作只是表演中的一部分 不能仅凭这个来评判一个女演员的价值和才华 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她在演技和表演方面的突出表现 以及对角色的演绎是否真实感人 对于所有女性 让我们给予她们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鼓励她们追求自己的梦想 展现真实的自我 《我的人间烟火》 《洋洋演技遭质疑》 与迪丽热巴搭档的这部戏备受推崇 陆剧男神杨洋 与绯闻女友王楚然的新剧 《我的人间烟火》昨天 五分之七开播 其料才刚播出 网上复评一片 不少人认为情节老套 剧情拖泥带水 而不少人期待杨洋 在线两年前 与迪丽热巴 《你是我的荣耀》的高光 没想到她却因油腻演技 被骂上热搜 还有人狠批负分都显高 杨洋 迪丽热巴 2021年主演的《你是我的荣耀》 可说是这两年的 现偶剧天花板 收视创下47亿流量 大结局播出当天 因为同时涌入过多流量 一度还让腾讯播出平台崩塌 可见这部剧有多红 也让杨洋人气狂飙 稳居一线小声之列 因此 杨洋与绯闻女友王楚然的 《现偶新剧 我的人间烟火》开播 不少人寄予高厚望 没想到播出后 网上却负评连连 争议不断 不少观众认为 《你是我的荣耀》 杨洋饰演的男主 宋艳是个性自负 爱了狠话的皮子 在以前的偶像剧 这样的人设 也许还可以 但现在女性观众 早不吃这套了 尤其他屡次 用言语攻击女主角 王楚然时 网友直批 就算是杨洋 这张帅气的脸 都挽救不了角色 讨贤的行为语言 还引发女性观众的反感 甚至还有人认为 杨洋只要演出 比较高傲的角色 就容易油腻 之前在《你是我的荣耀》 她演的是低调谦逊 还有点自卑的工程师 当时不少人赞赏 她终于去游成功 没想到 在我的人间烟火 又游回来了 前几集中 杨洋总是眉头紧皱 下巴看起来也很紧绷 每一场戏 仿佛都演出一种 这还迷不到你的的 迷之自信 甚至她设计的一些 摸脸小动作 都让观众直呼受不了 猛轰 再帅的人 油腻起来都吃不消 男主还是一如既往的油 说不了了 谁教她这样演的 都2023年了 真有你的 此外 杨洋在剧中饰演消防员 不少观众认为 她这种装腔做事的演法 根本在抹黑消防员 直披这火上浇油的演技 恐怕灭不了火 简直是在侮辱消防员和一生 负分都显高 你是我的荣耀中 迪丽热巴和杨洋的默契 让人赞叹不已 他们在剧中的配合和化学反应 让观众为之倾倒 与此相比 《我的人间烟火》中的杨洋 和王楚然的搭档 似乎欠缺一些契合度 尽管杨洋在演技方面 努力展现角色的特点 但她的表演 显得有些生硬和油腻 这引起了一些质疑声 与之相对 迪丽热巴在 你是我的荣耀中 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能力 她将角色的情感 表达得淋漓尽致 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她与杨洋的搭档 更加和谐 两人的默契 让剧情更加精彩 你是我的荣耀中 迪丽热巴和杨洋的默契 让人赞叹不已 他们在剧中的配合和化学反应 让观众为之倾倒 与此相比 《我的人间烟火》中的杨洋 和王楚然的搭档 似乎欠缺一些契合度 尽管杨洋在演技方面 努力展现角色的特点 但她的表演 显得有些生硬和油腻 这引起了一些质疑声 与之相对 迪丽热巴在 你是我的荣耀中 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能力 她将角色的情感 表达得淋漓尽致 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她与杨洋的搭档 更加和谐 两人的默契 让剧情更加精彩 希望能再次看到 迪丽热巴和杨洋 在一部新的电影项目中合作 她们的甜蜜默契 和吸引人的故事情节 定会吸引观众的关注 她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和配合 让人心动 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期待着她们能够 再次携手演绎一段 令人心动的爱情故事 给观众带来 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相信她们的再次合作 将成为电影界的一大亮点 吸引无数观众 前来支持和关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 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你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